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就是这位颜值连干比都不及的女人 却搞定了两位香港千亿富豪 在拿了刘兰雄的分手费后 转身就投入了郑宇彤长子郑家纯的怀抱 不求名分为这位60岁的老人家剩下了两个孩子 王颖渝真的只是这么一位傻白甜妈 当然不是 她的故事远比你想象中的精彩 早些年刘兰雄喜欢追求女明星 比如李嘉欣 关志玲 蔡绍芬 红星等 但随着年龄增长 大刘挑选女友开始偏向职业精英女性 比如英国伦敦大学广学院的化学博士吕丽君 比如精英渝记甘比 而王颖渝就处在大刘转变口味的交叉点上 大刘与李嘉欣闹得不太愉快之后 将目光投射到了自己的下属王颖渝身上 王颖渝出生于香港的法律世家 父亲更是业界精英 从小耳濡目染 王颖渝也从事了这一行 从伦敦大学法学院毕业后 23岁就拿到了英国和香港的两大律师资格证 个人能力十分出色 所以当26岁的他见人介绍 进入刘鸾雄的公司时 大家并不惊讶 对于王颖渝来说 上次刘鸾雄不仅帅气 还成熟富有 深知女性的喜好 总能将身边的女伴照个妥贴 而且1992年 刘鸾雄就已经与原配保永勤离婚 这样一位优质又慷慨的单身男人 其魅力是无边无际的 王颖渝自然也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他 王颖渝的长相虽然还不错 但与大刘的前女友们比起来 确实是比较普通 但王颖渝仍旧用自己的精明能感 成功地吸引到刘鸾雄这位超级富豪 不仅如此 后来他还吸引到了另一位超级富豪 郑家成 没点特别的能力还真做不到 当然这是后话了 我们暂且不表 王颖渝与刘鸾雄在一起后 刚开始倒也和谐 两人一起努力搞钱不亦乐乎 直到吕丽君出现 如果你仔细看前文会发现 吕丽君和王颖渝都毕业于伦敦大学 不过这两位美女不仅是校友 还是好闺蜜 有一次大刘带着王颖渝外出购物 而吕丽君正好在某食品店打工 于是王颖渝就顺便带着大刘前去捧场 但这个决定后来令王颖渝后悔了一生 同样是学霸型美女 吕丽君似乎更合大刘的胃口 怎么办 换 吕丽君可不是小白兔 她的道行算不深 但胜在直接和勇敢 很能抓住机遇 后来大刘与原配包勇集的女儿 刘秀荣跟大刘说 她看到吕丽君以奢侈品店店员身份 给王颖渝送包到酒店的时候 偷偷地翻了房间的垃圾桶 具体从垃圾桶里翻出了什么宝物 我们不得而知 但过了一阵之后 李立军尚未成功了 当王颖渝得知闺蜜背叛了自己后 气不打一处来 大吵几架向大刘提出分手 大刘也是干脆的狠 给钱走人 后来的故事你们大概都知道了 吕丽君挖了王颖渝的墙角 尚未成功 先后为大刘生下一儿一女 但谁知 吕丽君凭借孩子 也没能坐稳正宫之位 最后被大刘转正的 反倒是默默无闻的小鱼记甘笔 当然这也是后话了 王颖渝在大刘的一众前女友中 实在不起眼 如果不是2003年时的一场隔空户怼 她很有可能会一直默默地 躺在大刘的前女友列表里 事情是这样的 2003年时 王颖渝的父亲 卷入一场与刘兰雄有关的纠纷 说他受了大刘好处 去怎样怎样 眼见着父亲被推向风口浪尖 王颖渝只能站出来自爆 说那些好处 只是自己与刘兰雄交往时的正常礼物 王家并不贪钱 王颖渝成功地将媒体的焦点 吸引到自己身上 王颖渝对着媒体说 自己曾与刘兰雄交往6年 从来不贪钱 买车只挑便宜地买 为了照顾大刘 他还亲自下厨学做饭 大刘更是多次通过郑玉彤向自己求婚 还献上了价值百万美元的珠宝 但都被正值且不贪钱的自己给拒绝了 至于豪宅 王颖渝表示 那是自己和大刘合买的 自己也一直在供楼 为了证明所言非虚 他还当众念出了大刘写给自己的两封情书 我们先放其中一封来看看 在这封情书中 使用了只有对方才能看懂的倪称 措辞相当的甜蜜 谁能想到在商场叱咤风云的刘兰雄 会将自己比喻成一个肥仔 大伙一看 原来刘兰雄写起小作文来 也是非常逆人的嘛 事实的真相是怎样 我们还没搞明白 但大刘一听王颖渝的这个说法 外加公开了自己的小作文 火气蹭蹭的就冒了上来 毕竟这种事十分隐私 被公开谈论 先不论真假 实在是有失体面的 咽不下这口气的大刘 选择亲自站出来回应 大刘表示 房子是自己出资2400万 对方连个零头都没出过 大刘还表示 与王颖渝分手的原因 就是因为对方太贪财还细轻 不仅买包花了几百万 每个月还要买十万的燕窝 大刘拓槽说 十万燕窝哦 天天吃都吃不完了 除非有人用燕窝刷牙漱口 我就不知了 除此之外 他直接甩出了消费证明 零零总总的有近千万 对王颖渝的贪财 刘兰雄更是气愤地表示 当年分手时 王颖渝曾向自己讨要 两亿分手费 遭到拒绝后 又主动降价到两千万 此外 大刘表示 拜托郑玉彤求婚这种事 更是子虚乌有的 总之就是互相接对方老底 给吃瓜群众们 看了一笔笔糊涂 眼见着事情 在往失控的方向发展 一位大老级人物 站出来当了合适老 香港四大家族之一的 郑家掌门人郑玉彤 郑玉彤先证明 说没一事确实存在 她说 说过啊 我也不知他俩怎么搞成这样 接着又说了一句 人家始终是个女人 不应该去吓人家 虽然就这么短短几个字 待于对方的身份 刘兰雄也不得不多考虑一下 纠结一阵后 刘兰雄放弃了户怼 她说 人家背后有权有势 我得对不起 郑玉彤是香港商圈的老大哥 人称童书 即使是刘兰雄 也需要尽他三分 况且两人在生意上 一直有往来 算是比较好的朋友 虽然不甘心 但刘兰雄也只能看在 老友的面子上 草草地结束了这场户怼 不过后面的情节 更令人意外 离开了刘兰雄后 王颖渝消沉了好一阵 在这个时候 另一位成功男士 出现在了她身边 郑家淳 郑家淳是前文提到的 大佬郑玉彤的长子 当时她是郑玉彤 亲自选定的事业接班人 王颖渝能认识郑玉彤 以及郑家淳 这还得感谢大佬 当时大佬非常喜欢打牌 她常常带着女友王颖渝 参加郑玉彤组织的牌局 就这样 情商很高的王颖渝 认识了郑家父子 并取得了父子俩的好感 后来郑玉彤能在关键时刻 站出来替她说话 也可以看出王小姐 确实有点本事 对于王颖渝来说 郑家淳的条件非常优秀 除了年纪有些大 以及郑家淳有妻子 但是王颖渝还是义无反顾的爱了 2007年 王颖渝被拍到和郑家淳一起出行 也就是在这一年 王颖渝为郑家淳生下了一个儿子 没过几年 然又生下一个儿子 众人皆惊 郑家淳的年纪 比刘兰雄还大了五岁 比王颖渝更是大了整整24岁 头发稀少还花白的郑家淳 跟王颖渝站在一起 怎么看都有些不搭 更何况郑家淳是有家事的人 郑家不会让王颖渝进门 爱情往往就是这样令人无法理解 郑家淳的原配名叫叶美青 与郑家淳因为利益而走到了一起 婚后叶美青为郑家淳生了三子一女 叶美青对于郑家淳的绯闻 一向采取不听不理睬的态度 只要不威胁到自己的原配地位 其余一概不管 当王颖渝为郑家淳生了两个儿子后 两个孩子只能先跟着王颖渝姓王 名为王则红和王则燃 对于这两个孩子的存在 童书自然是知道的 而且其中一个孩子的样貌 遗传了郑家祖传的八字眉 深得郑家父子的宠爱 但爱于郑家的面子 以及对原配的尊重 两个孩子刚开始没有被公开承认 而王颖渝也从来不闹 不令郑家难堪 或许这也就是郑家淳会选她的原因 直到2016年郑玉彤去世 以这个契机两个男孩才认祖归宗 以孙男的名义出现在郑玉彤的复告里 但是至今王颖渝也是没有任何名分的 她仍旧孤单一人 这似乎成了一个不能被触碰的 被遗忘了角落 在爱情里 似乎王小姐的经历不太顺畅 但在事业上 王小姐却是十足的闪光人物 与郑家淳在其后 自然一直没有名分 但她变成了郑家旗下新世界的代理律师 在新世界的大楼内 开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她的团队前前后后 为郑家立下了不少功劳 而郑家也越来越离不开她 因为几个成功案例 她与团队小伙伴一起成为了行业中的翘楚 王小姐自然也是赚得盆满钵满了 至于当年与刘兰雄的那场互怼 不知你们看出来没有 那是一招唯唯旧照 王小姐故意将媒体的目光 都吸引到自己身上 放出的都是媒体们所喜闻乐见的大料 这一招目的是为减轻 当时投射在王爸爸身上的压力 看到这里你明白了吗 相貌平平的王小姐 绝不是个傻白甜 但破坏别人家庭 已达到成功的目的 必定是为人所不耻的 对于王颖鱼 你怎么看呢 他究竟是刘兰雄口中的贪财女人 还是聪明女人 你觉得他是以什么魅力 吸引到了两位党级富豪 欢迎留言 谈谈你的看法